大家好,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收藏家 他是一位热爱老普尔茶 应急茶红印黄印绿印成印蒙海茶厂的7532 75428582以及2000年左右的明星茶白菜系列 孔崔斑章冰岛茶的收藏家 他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收藏和传承茶文化 他的收藏过程也是非得心猫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他的收藏世界吧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收藏家的收藏品 他的收藏品包括了老普尔茶 应急茶红印黄印绿印成印蒙海茶厂的7532 7542 8582 这些都是非常珍惜的茶品在收藏界很有名 其中7532和7542是蒙海茶厂最经典的茶品之一 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卓越的品质而著名 8582则是一位非常稀有的茶品 它的产量非常低 而且收藏价值非常高 除了老普尔茶 这位收藏家还收藏了应急茶 红印黄印绿印成印 蒙海茶厂的2000年左右的明星茶白菜系列 孔崔斑章冰岛茶等 这些茶品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茶品 在收藏界也有很高的地位 特别是明星茶白菜系列 它的口感非常独特 被誉为茶品中的极品 那么这位收藏家是如何 收藏这些珍惜的茶品的呢 首先他会亲自评饮或者 尝试不同茶叶产地的茶 亲自挑选茶叶 他选择茶叶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他要求茶叶的品质 口感和历史都要符合他的要求 他还会去了解茶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这些茶品 其次这位收藏家还会对 茶叶进行仔细地收藏和保养 他会在专门设计的柜子里 对茶叶进行恒温 恒湿的保存以保证茶叶的品质和口感 他还会在茶叶上进行特殊的处理 比如将老茶的仓储成化 以增强老茶的稳定性 优质的内涵和历史价值 最后我想说 这位收藏家的收藏过程是非常辛劳的 他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收藏和传承茶文化 他的收藏品不仅是他的财富 更是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我们应该珍惜他的收藏品 同时也应该向他学习 努力去收藏和传承更多的茶文化 总之 这位收藏家用他的收藏品 像我们展示了茶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也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真实历史 真实文化遗产的态度 让我们一起感谢他的努力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未来的收藏世界更加精彩 我们一起期待